欢迎回来 2016资讯月3号在台北世贸驿馆开跑 今年各家笔电厂商除了推出各项优惠刺激买器 也都推出轻薄的笔电来满足消费者行动化办公的需求 预估笔电市场接下来将会回温 现在的市场是一个使用者都喜欢在带着走 也就是一个移动的3C世界 那你既然要移动 第一个你要轻 第二个你要薄 方便携带 第三个要够持久 智慧型手机功能越来越齐全 硬体效能越来越强大 原本要用电脑做的事情 现在智慧型手机也能做到 逐渐排挤电脑市场 今年台湾整体笔电市场的出货量就衰退了5% 但有业者预估笔电需求将会回温 因为有些功能 智慧型手机还是难以取代 它要回Mail打字 它是比较不方便的 所以笔电的需求 从今年开始它又慢慢回来 而且大家在回来之后呢 因为习惯了手机的轻薄短小 所以未来大家在找一些笔电的时候 轻薄短小 它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考量重点 宏记乐观预估 下一季在台湾的笔电市场将可逆势成章5% 推出新系列的超薄笔电 而其他厂商也看好轻薄笔电需求 都有相关产品供消费者选择 而老牌电脑作为软体开发商 也为了因应消费者现代行动化办公需求 推出能跨平台作业的文书软体 它不只同时在电脑上面有一套 或者在你的手机上面 你也可以有一套免费的这个Office 所以你只要记得那个账户 两边都可以用 台湾微软总经理吴胜雄表示 相对于传统无法跨平台 买断式的Office软体 有5到6成的消费者 会选用新的Office订阅服务 消费者的接受度超乎预期